今年记忆体试况有望明显好转 深层式AI应用爆发 吸引美光SK海力士相继投入HBM高频宽记忆体 国内敌人大厂南亚科AI上机当然也不缺席 规划以3D堆叠技术开发高密度而定 看准伺服器市场前景 确实HBM是看到它是一个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市场 但是可能目前短期为止 还不是南亚科技的随时吧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我们要做3DIC 我推出的都不需要那么高 这个比较适合南亚科去做第一步的发展 南亚科总经理李培英指出 AI相关应用领域就占整体低润市场的30% 除了最高传输速率的HBM约占2% RD约占10% 市场规模更大 获利也不错 适合南亚科切入练兵 后续有望出货美系云端服务供应商 2024南亚科资本支出260亿 新厂建设2026年完工 而展望事况 DRAM上半年有机会逐步上扬 不过由于前两年DRAM报价是大幅奏降6到7成 相关影响还要消化 因此今年第二季要损一两平 仍有难度 今年景气的好转 当然也是因为AI的刺激 因为AI的刺激 加上HBM的应用 使得整个DRAM的市场有机会变好 去年整个DRAM的市场跌得蛮深的 所以要逐步从底部再逐步进步上来 力求快速切入发展中的AI市场 台场积极备战 也看到景气落底 复苏契机 新台词池千里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